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Sarrolli 大家好 不好意思今天遲了出片 遲出片的原因有兩個 第一是因為最近忙於拍我的新的電視節目 宣傳一下5月2日出現 大家綁一下牆 每天都這樣拍 拍到天分地暗 特別是剛剛那四天 日日外景 甘皮力盡心力膠水 今天休息 睡懶了一點 一直到20號才再拍攝 第二個原因是因為今天有個嘉賓 重量級嘉賓來我家 挺重量級的 但他又生生來遲 剛剛在11點半才來到 等他拍的片就遲了 各位觀眾 我的特別嘉賓 所謂特別嘉賓就是這兩壇 沒錯 潑水節的應節用品 為何這樣的包裝呢 你有所不知 開給大家看你就知道了 包裝得這麼精美 都不太用得擦 用絲帶綁著 都要的 剪彩 這個就 接著 應該 答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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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erative 十足 抗爪 潑水節,為了拍這條影片我都頗忙,走來走去又要脫了一部機,又要搬腳架,又要設置機位 是不是很漂亮呢?放在家裏都頗不錯,絕對有潑水節的感覺 這麼漂亮,不是就讓你放這麼簡單,是可以拿出來的 又要剪彩了 好了,真是 拿出來 拿出來,當然又要給大家看一看 真是十分之精巧 好了,又要添加了 潑水節,聳間,泰國新年 解釋一下才行 泰國新年,即潑水節 大家都會有一盆水 然後裏面有一些泰式的香水 裝上一些花瓣 還有一些金箔 看到親友就去灑一灑,灑一灑 這些就是石灰粉 又或者放在盆子裡磨成一些石粉 穿在臉上,這些花串就不需要說 這一套也是 只不過那個盆子和那個顏色有少少不同 相當精美 真是漂亮 潑水節,泰國新年,絕對應景 價錢是多少? 790元 湖山也是那樣 不貴不介紹 這些東西可以通街買 790元 可以吃的嗎? 你覺得對,就是可以吃的 不是吧?怎麼吃? 你記不記得 早前,農曆新年的時候 我曾拍過一個內容 去楊總、楊紹雄先生的家 有一堂豬頭、拜神的糕點 原來是大菜糕做的 然後可以吃的 記不記得 沒錯 又是這間公司 又是他 陳生也是他 這間公司在潑水節期間 就出了這些 其實它還有很多款 基本上 訂了兩款不同 但不知為什麼 因為溝通錯誤 不可能有些泰民流利而不純正 結果來到 兩款是一樣 只不過那個 點顏色不同 不要緊 一款今天吃 另一款明天吃 那就行 不需要這麼不開心 有兩款就應折 價錢七八九十塊 絕對是巧奪天功 你看看刺到多厲害 那好不好吃呢 用大菜糕來做 類似啫喱 上次吃的豬頭 那都是 就是 不要太認真 豬頭沒有豬味 然後 假裝雞又沒有雞味 假裝鴨也沒有鴨味 然後 假裝花 會不會有花味呢 好一朵玫瑰花 好一朵玫瑰花 吃了 嗯 嗯 一點點椰汁味 挺有趣的 是不是很油脆 接著 這些花串鮮抵死 刺到不得了 那就吃花的一部分 先問吧 不如站起來吧 看不見到 嗯 又是 啫喱大菜糕的感覺 相當獨特 接著 這些 石灰粉的物體 當然是可以吃的 都是 同樣質地 同樣口感 同樣味道 但是 一群朋友 一家人 在家裡這樣 叫來吃 都過癮 尤其是可以 想壓低 其實這間公司 都很厲害 除了 這些賀年 的食品 之前農曆新年的食品 還有一些 很大碟的 烤及泡泡 實事契罩 就是那些香葉肉碎飯加蛋 一模一樣 和真得一樣 但是才不知 在大菜糕做 其他的美食 絕對是騙到人 以前我幫 香港旺角 帝京酒店宣傳那陣 做過一些 鬼馬蛋糕 表面上是一個海南雞飯 表面上是一個魚蛋可粉大魚蛋蛋糕 裡面用很多白朱古力來做 講到這樣的做法、這樣的設計 我相信全世界只有這裏才有 尤其是一隻叫滿 可能我的名字不正 滿的泰式大菜糕的物體 是泰國的甜品之一 他們用泰國甜品演變成這麼多之多彩的食物 都算是美星泰銖 這次我都會起他仔 然後就拍他出來 至於是一個新節目就會見到 不過 你都可能說 話畢都是泰國新年 有否一些古怪的食物可以吃 有 傳統的冰水飯 請問誰介紹呢 凌凌 有請凌凌介紹泰國新年必食的 烤車 即是冰水飯 有請凌凌 這個不是水飯 而是冰水飯 泰文就叫烤車 是一個遠古時代黃色的食譜 因為在泰國新年的時候 四月是一個最炎熱的天氣 所以他們就會把冰放入水飯 一起吃 有菜糕 椰子肉 和豬肉絲 一起吃 所以到現在泰國新年潑水節的時候 大家都很輕易吃這個食譜 我們都可以一起吃 平民的食譜 我們來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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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